消化器官是人体内一系列器官的组合 其主要功能是将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可以吸收和利用的养分 同时排除不需要的废物物质 消化系统是人体生命维持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消化器官 口腔、口、牙齿、舌头、食物的消化过程始于口腔 口腔中的唾液中含有消化酶 可以分解淀粉等食物成分 食管 食管是一条肌肉管道将食物从口腔推向胃 胃 胃是一个扁平的带状的器官 其中包含胃酸和消化酶 用于分解食物将其转化为称为胃酸的消化液 小肠 小肠是最肠的消化器官 包括12指肠、空肠和回肠 在小肠中食物的消化继续 同时养分被吸收入血液循环以供身体使用 大肠结肠 大肠负责吸收水分和电解质 将未消化的残渣转化为粪便以便排出体外 肝脏 肝脏是体内最大的脏器 它产生胆汁 用于分解脂肪 同时还对其他消化产物进行处理 肝脏还在糖代谢和蛋白质合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胆囊 胆囊是一个小囊带 用于存储肝脏产生的胆汁 当需要时将其释放到小肠以帮助消化脂肪 胰腺 胰腺产生胰液 其中包含多种消化酶 用于分解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以及维护血糖平衡 这些器官协同工作 以确保食物中的养分被分解 吸收和分配到全身 同时排除废物 消化系统起到将食物转化为能量 和维持生命所需的养分的关键作用 如果出现与这些器官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消化问题和其他健康疾病